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这个从首相来看是否官运亨通 首先一个是财官渡三宫龙启宝满 我们说财浮禄三宫是这个 手上迅宫离宫和坤宫的位置 在首相当中把十指沐星丘 也就是迅宫所在 称为主财 将中指根部离宫 也就是土星丘 这个位置 主官将小指根部 这个什么是水星丘 是坤宫所在 主禄是财 这个官和禄这三大宫 就是在这里 假如首相当中这三个部位 长得非常的肉厚隆起 红润有光泽 便是官运亨通之向 而且从离宫的气色 我们可以看出 其人仕途是否顺畅 如果是离宫隆起 出现红光 表示官有很旺 有升迁之意 如有这个破败 或者是一些凹陷 褶皱 融华不太长久 出现这个暗青色 这种表示失职或者破财 枯黄 干黄 预示着有官不稳 犯小人 有惊险之事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长脂 这个长后脂风 脂长长短 就从首相角度来讲 手指呢 比喻为龙 那么手掌呢 视为虎 实际上呢 要手掌厚实 手指饱满 长度 这个要长于手掌 称为龙长虎短 是其人呢 长于思想 这个做事踏实 稳重的计划 具有围观之下 那么如果是 这个长薄直凸 这个长长直短 那么就出现了 相反的格局 这个面向长得再好 也无关可做 三个特点 就是失业线直达终止 失业线直达终止 那么失业线又叫 命运文和预注文 那么假如说 从砍工或者前工的位置 开始一直往上延伸 穿过赶金线 那么直达终止 根部离工 表示其人 那失业心强作 是有魄力 能够坚持 而且领导欲望很强 有当官的能力和运气 假如说在失业上能够 失业线的旁边 还同时生出一条 非常值的成功线 这是失业线 成功线 成功线就是太阳线 欺人的 不但能够出众 能力出众 福分很大 而且事图当中 常常有贵人相助 观韵横东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成功线非常的粗和直 这个是表示 即使是没有失业线 也表示死人 是个体老板或者行政干部 管理方面的才能 那么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智慧线平直有力 智慧线平直有力 智慧线生的平直有力的人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际型的 务实型的人物 坐实 非常充满自信 行动力强 假如说拇指在长得 非常的坚挺有力 直而不弯的话 更有坚定的信念 深具领导能力 可以在仕途上一展 一展奇才 那么食指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特点 第六个特点 就是食指的长 而且饱满 食指是否生的特别长 如果是食指生的长 而且饱满 超过了中指的 最上面这个指节 那么的一半 最上面这个指节的一半 表示啊 并且直逼中指 这个长度呢 是能力并不出手 进食能力并不出手 领导能力也不强 但是他就有掌权的这个命运 掌权能当官 这个是食指特别长的一个特点 好了 有关这个 官运非常不错的 几种首相特点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亏货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